504,好,這一題呢我們點選生長填料 選擇幼基準面 好,然後我們來畫這一個部分 好,我們選擇線 先畫一個水平線 好,然後呢,傾斜一個角度 畫水平 然後,畫一條斜線 然後跟這一條 這個點相切,然後連回來 好,然後呢 這一條線的終點跟圓點呢 我們要做 重合共點 好,然後呢,這邊 這個長度,我們給42 好,這一條的 高度,這一條的高度 我們給76 好,然後這邊的距離 我們給10 好,然後這邊的角度 這裡到這邊的角度 我們給110 好,然後這裡到這邊的角度 我們給95 好,完成之後,確定 好,那這邊我們要給的厚度呢 是92 所以這邊對稱92 所以這邊對稱92 好,完成 好,完成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這邊找掉 所以這邊選擇深藏除料 選擇這一個面 好,然後這邊我們用 舉行 好,選擇這一個 好,選擇這一個 三點角落舉行 好,點低點 斜的角度 然後呢,在上面再點一次 好,然後呢 這邊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 好,這一條跟這一條要平行 好,那我們給尺寸好,來 這一條跟這一個點 好,這一個點距離 來 跟這一個點喔 不是這條線 跟這一個點的距離 好 來,這邊我們重新設定一次 好,這一個點 跟這條線的距離呢 是 這邊是10 好 然後呢 這一個的距離呢 好 是 64 好 這裡到這邊的距離呢 是3 好 那這樣子就完成 然後我們把這邊 拉出來一點 來,確定 好 那這邊呢 我們要 給的厚度呢 是25 好 然後我們給圓角 這邊的圓角都是R6 所以圓角半徑16 好 這一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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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個邊 還有 這一個邊 好,確定 好 完成之後 我們做 淨色 淨色 好 淨色基準面是右基準面 好 然後淨色特徵出圓角之後 還有這個深長 除料 來 完成 好 然後呢 我們先做 中間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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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部分呢 這裡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好 來選擇深長除料 選擇這個面 好 我們畫一條垂直的建構線 好 然後畫一個槽 好 然後我們給尺寸 好 來這裡到這邊的距離呢 是26 好 然後呢 這邊告訴我們 這裡到這邊距離是2 所以這裡我們先把這邊往下拉 先往下拉 把這個往下拉 來 然後 這裡 到這邊的距離 是2 好 來 那 這邊 這邊一點這裡會帶圓心 所以這裡 來 我先把它刪掉 我們再做一次 Shift鍵壓住 點這個弧 到這個邊 的距離是2 這樣才會正確 然後呢 這邊 一樣 Shift鍵壓住 選這個弧 跟選這個弧 這個距離呢 是51 好 完成之後 確定 那這邊呢 我們選擇反向 來 完全貫穿 好 完成之後 然後我們來挖掉這個部分 來 所以選擇生長除料 選擇上基準面 好 然後畫一個圓 好 這個圓心要在這個線上 沒有關係 先畫 然後呢 點這個邊 點這個邊 跟這個圓 我們要做 重合共點 然後呢 給尺寸 尺寸呢 這邊是R51 51乘以2 就是直徑 那我們把它改成半徑標註 然後呢 這個點 到圓心的距離呢 是79 好 所以我們 確定之後 選擇除料 除料 這邊 反向 選擇 完全貫穿 確定 好 然後一樣再做一次淨色 好 淨色面選擇 一樣 又基準面 特徵是這個除料 確定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做這一個部分 來 點選 生長除料 選擇這個面 我們畫一個圓 好 圓的尺寸 在這裡 5 這邊 是5 直徑5 好 來 然後這裡 這個圓心 到這個點的距離 這個點 然後 來 重來一次 這個 來 這個圓心 到這個點的距離 來 這個圓心 好 這邊是20 好 然後呢 這個圓心 跟這一個 圓點呢 要 垂直 擺放 來確定 好 然後這邊 我們選擇 全部貫穿 好 完全貫穿 好 來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做下半部的部分 好 選擇生長填料 選擇這個面 好 我們在這裡畫一個圓 圓的直徑 確定 是32 好 確定 好 然後 距離是10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來 這邊要挖掉 距離是23 來 生長填料 選擇 這個面 畫一個圓 好 這個直徑是25 好 確定 好 然後呢 距離是23 好 好 再做一次 生長填料 選擇這個面 好 裡面這一個 這個 這個是20 來 直徑20 確定 好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選擇 下一個面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 一個人 題目的指示 然後接下來 這個地方 我們要做一個 倒角 倒角 是C3 所以這邊 距離距離呢 都是3 好 點這一個邊 確定 好 這是R1.3做圓角 所以是1.3 好 選這一個邊 確定 確定 然後呢 他的座標系統 歪在這個點槽上 所以這邊 我們用草圖 選這一個面 畫兩條線 一條是水平 一條是垂直 好確定 然後呢 做一個座標系統 好 原點在這裡 這邊我們先清除掉 來 原點在這裡 好 歪軸朝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的部分 來問我們歪 的指揮盒 來 這邊 座標系統 1 Y是36.8720 好 然後總體積 是82139.9980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第三題 他要改變尺寸 來 第一個呢 我們看生長填料的部分 好 這個地方呢 A1 A1 A1要改100 A2 A2 也是改100 其餘的 不變 OK 來確定 然後呢 他的長度90也不變 來 除料 除料的部分 第一個 T3 改成4 好 然後呢 L1 改成65 好 然後呢 呃 這邊其實 不變 所以這邊 確定 好 然後呢 除料的 這個厚度 H H 改成20 好 好 確定 是變成 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圓角 R6沒有問題 近色 沒有問題 除料 來 除料這邊 第一個 L2 51 改50 然後 W 改30 好 確定 好 確定 接下來呢 我們看這個 地方 來 好 這一個半徑 R51 改成50 好 確定 然後 旗里的部分 呃 這個地方 看一下哈 這地方旗里的沒有變化哈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哈 第三題 告訴我們Y值為和哈 來 Y是40.7922 好 然後第四題 AB兩點距離哈 A跟B A這裡 B這裡 來我們看一下 測量 A是這一點 B是這一點 答案是70.8965 好 然後總表面積 進市值 哦 來 表面積是 29961.6701 好 來 那以上這邊 就是504的部分